上期我们说到杨洁答应了杨春霞 拍完《白骨精》以后 就将《女儿国国王》这一角色给杨春霞出演 可最终没能履行当初的诺言 可在杨春霞的采访中 我们却听到了不一样的说法 杨春霞在节目中承认 他一直到现在都讨厌《白骨精》这个角色 其实再正常不过了 就比如容嬷嬷的扮演者 在《环珠格格》播出后 一直被人人喊打 这种风气很长时间才扭转过来 艺术和现实的边界 在电视机当中表现得尤其模糊 当初一听说是《白骨精》 女演员们都避之不及 有的演员是边拍边找 就是因为这个《白骨精》这个人物不好选 有的人都答应的 到时候他说不行 我演的《白骨精》是说我是《白骨精》 但尽管如此 杨春霞还是任劳任怨的 把《白骨精》这个角色塑造得非常到位 以至于成为各位网友的童年回忆 杨春霞提出了一个要求 给我一个好角色平平反 后面得给我来一个 就是说好人 就再给一个正面角色 给我平反一下 给我这个《白骨精》平反一下 杨洁答应了 也就是说这个角色可以是给猴子指路的某个现任 也可以是天上某个女官 甚至可以是一闪而过的好心人 总之是个好人 可这事却不了了之了 三打白骨精的片段拍了半个月 杨洁带着杨春霞远赴戈壁摊拍戏 抛开后来聚集播出时的恩怨情仇不谈 拍摄过程还算是愉快的 期间发生了不少趣事 当杨春霞正在兢兢业业的拍戏 因为在戈壁摊上围观拍戏的人 放了一个响亮的屁 摄像师一下子没忍住笑了起来 结果手抖镜头也花了 以至于这一部分只能补拍 拍完以后杨春霞就回去了 之后没有再和杨洁有任何的联系 杨春霞说 演员嘛 服从导演安排 人家导演没叫你 你怎么好意思去打电话问人家 你来找我呢 你就找我 你要不来找我呢 我也不会再去找你 遗憾的是 戏游记大部分演员都火了 六小灵童一个角色走天下 唐僧入赘豪门 连片尾举都火得不行 蒋大为凭借这首歌年入六千万 唯有杨春霞在事业巅峰 接下白骨精这个角色 由于当时的环境 导致他演过白骨精后 事业一落千丈 而他本人对此事只字不提 最终杨洁一次次地在节目中 复述事情的经过 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情 无良媒体更是任意揣测 好像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殊不知人家光明磊落 我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 我一个电话我都没打过 闭口不提几十年后 杨春霞终于忍不住 替自己说了句话 时光仍然三十多年过去 西游记却仍旧是 观众心中难以超越的经典 除去主演和导演 背后也有无数小人物 小角色的奉献 白龙马已不负当年的神郡 杨春霞也已高龄 白骨精或许曾让他耿耿于怀 可对于他来说 这样的国宝级作品 势必要做出一些牺牲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观众老爷们 还想知道哪些影视剧幕后的故事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 虫粉的小编会仔细看的哟 我是传奇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